來 邀請副副長 來 副副長請 委員好 今天帶來聊一下這個國家機密的相關 尤其是中科院 我知道最近包含趙天林委員 包含這個 其實這兩年都一直在討論中科院的定位 那我們先釐清一下這個 前提啦 就以前人家聊過的事情 首先 中科院作為行政法人 我們有沒有受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範 那如果有的話 這個中科院的相關業務 國防部的業務 如果設定為機密 他跟中科院如何銜接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是如何來核定其機密 法源依據是什麼 是 麻煩 到委員我們現在是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約束 中科院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約束 是 可是喔 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有講到說 這個第三條規定說 他是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跟所屬機關 所以在人事總處曾經解釋過 中科院是行政法人 他不受這個 他不屬 他不屬這個中央機關 所以他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的限制 所以這個前提我們是有共識的嗎 不知道 因為中科院目前還是有軍職人員在裡面 人員的部分 待會第二點我們會再聊 現在主要是講中科院這個單位的定位 而且支援司令 向委員報告 因為國家機密保護法的這個主管機關是法務部 我們依據這個大院商會級油門委員的這個決議 要請我們這個請這個法務部來說明 那法務部已經有函視 我們事後會我們會提供給您 他已經定義就是中科院 他依據他設置條例裡面 有好像第三條有規範 他會涉及到處理國家機密這些研發產制 他必須還是要受國密法的規範 所以我們會提供您這資料 OK 因為你剛剛講到油美女質詢的時候 他大概是去年5月6號的時候 當時是表示說因為中科院沒有合密的權利 所以只能合營業秘密 那既然這樣子你們的保證 我想待會結束之後我們看一下書面的資料 現在修改這個中科院設置條例的進度是怎麼樣 那另外呢 這個我們知道 國家機密跟營業機密是不同的 不同的義務跟規範 所以稍早趙天議員提到的包含音準計畫 包含中科院的出國人員 如果像您講的是已經設置在國家機密裡面的話 那中科院的這些軍職或是公職人員 他是不是理論上就不會發生稍早的事情 不是叫設備人員 他們原先是因 是不是就說你想 我想依據中科院設置條例剛才講的那第三條 他處理這些業務涉及到這些國家機密的時候 他是由建案單位 因為我把這個案子交給你 所以你來接觸我這個國家機密武器裝備的產制 所以由建案單位和他密 所以他有一定的法律規範都沒有問題 好國防部跟中科院沒有問題 那中科院的這個 跟民間協作的廠商呢 是否受國家機密保護法規範 也是 也是 他是透過一個我們國防部 有一個保密契約的一個範本 採購市這邊訂都很清楚 然後他的下游的這些都要簽訂 然後也受國密法的規範 在契約裡面也來約束 還要禁管 這個去年5月9號到 5月到9月的這5個月裡面 我們這個500 有5000 中科院設備禁管人數 從5697人變0人 就是全部下架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去要求這個 中科院做設置條例的修正 所以能夠保證未來這件事情 不會再發生嗎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全部納管了 全部都納管了 那個 必須要講這個 為什麼中科院的保密規範非常重要 有的時候不是我們覺得 我們已經很認真保密 而是說在法條的規範上 以及合約的訂定上 原因是這個也舉兩個例子 我之前在電影界工作 有一個保密協定叫CDSA 當時好萊塢如果要跟台灣的電影公司工作的話 他必須要通過這個協定 那這個協定就是 你如果走過一張圖出去 他整部電影的錢都要賠 那另外一個例子 是我曾經去華盛頓參加過 美台國防工業的交流座談會 那當時我提出一個問題說 你們怎麼這麼有信心 如果跟台灣合作的話 情報不會走漏到其他國家 那當時的翻譯是跟我講 這個問題不能問 所以我就沒有獲得答案 那因此我們認為 在跟美方 尤其是歐美國家 或是世界進步文明國家 來做這種所謂軍事商業的合作的時候 軍事工業的合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在合約跟規範上 法律上要讓他們清楚知道 我們是有這樣子保衛機密的能力 那另外呢 提出一下 這個各國的軍隊 現在都開始 抱歉 另外這個美台商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Rota Danielson 他也提到過說 如果我們的這個懲罰 跟執法機制不足 罰款刑法不足以阻止違法者 他對美台的合作會有些疑慮 OK 另外我要提出一下 各國軍隊都傳出群聚感染 那我們知道這個戰備的口罩 有分成戰備跟這個 中央配集兩個部分 目前是一天 中央配集一天配一萬片 那防疫物資包含口罩 耳聞牆 酒精等消毒用品 還有防護衣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國軍部分 準備的物資是否充足 報委員 我是軍醫局局長陳千彤 那目前我們國防部 對於防禦物資目前都夠用 那也都充足 那如果說我們不足的時候 我們會尋管道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申請 我大概問一下啦 這個可能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我們現在定義說 現在是平時或者是戰備 或者甚至是戰爭的狀況 我們自己對這個軍隊防疫的定位 我們平常有一個量 那我們會根據疫情 那我們會估一個量 那之後我們會乘以一個天數 然後我們作為我們自己的戰備的需求 基層官士兵 在跟我們反映的時候 除了物資的部分 更焦慮的是群聚的部分 包含一些過去可能說 集體粗糙等等的 這些事情要好好的安撫基層的官士兵 是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其實 就現在這個防疫的過程來講 持續 時間長達持續兩三個月 然後全世界也出現了數十萬的傷亡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準戰爭狀態 只是我們的對手是大自然 是這個 我們確定不確定是不是人造的病毒 那麼這個病毒的起源地 剛好又在我們鄰近的國家 這個國家又是一個政治領政的國家 包含他們這個在防疫期間 輸出了荷蘭昨天回收60萬個口罩 因為這個中國制明顯不合格 那其他的國家也有收到這個快篩設備 不準確率高達八成 所以這一些在這個人類跟大自然的戰爭裡面 這個防疫的破口 就在我們隔壁的國家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軍隊的防疫 甚至是這個 對大自然的戰爭裡面 我們能夠提高我們的警覺性 不要再讓這個基層的官士兵 因為對我們來講他是第一線的戰鬥人員 不要讓他們覺得物資不足 不要讓他們覺得他們還有群聚感染 或者是可能會有這個不良習慣 的這一些想法出現 包含他們的這個粗糙啦 或者是怎麼樣的上課的行為 都要 雖然我們外面的人看不到 看不進去 但是我們也要讓裡面的人安心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會有 不管是放假或是其他表達意見的管道 好不好 是 薛委員知道 麻煩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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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我們張伯伯常委員 來 各位觀眾請來 謝謝 謝謝 謝謝